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有关于JavaSquad里面的Json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是用来储存一些复杂结构资料所用的 它基本上是一个字典 像什么样子的结构叫Json呢 这里就是一个字典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D我们让它等于狗、猫、dog就是狗、cat就是猫、就是一只 chess就是追、eat就是吃 那当这个结构建立起来之后 我就可以用低一点dog来存取狗这个东西 当我给它低一点dog它会帮我查出狗 我给它低一点eat它会帮我查出吃 那如果我给它低一点s因为里面没有s这个栏位 所以它就传回undepine 低一点snoopy里面没有snoopy这个栏位 所以它也是传回undepine 但是呢如果今天不是用点这一个运算值来存取 主位可以用像阵列一样的方式 只不过里面要传那个所影的关键字给它 例如说低中括号自传dog 这样子它就会传回狗给我 那这个方法跟这个低点dog基本上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一些就是不符合关键字要求的那种语法上 所以如果你的东西比较复杂的话就必须要使用这种 表示一个复杂的字串的话就要使用这种方法来存取 那当然我用低点低中括号s 因为没有s这个栏位所以还是很不符合的 那如果我打低的话呢它会传回刚刚那个整个字点 那问题是我里面呢虽然有狗这个字 但是它不是在锁引键上 那它是在值上面 所以我打低中括号狗的话呢 它是找不到东西的 所以它会传回undified 那一旦有了这个字典结构 刚刚那是比较简单的一层的结构 那我们可以使用多层的字典结构 像这样我这边写 t等于dog name xnope h3 cat name xnope h5 那就是snooby和加杯猫 一个3岁一个5岁 那当我打t的时候呢 它就会传回来整个字典 如果我打t.dog 那就会是传回snooby 年龄是3 那t.cat 就会传回加杯猫 年龄是5 那如果我打t.dog.name 因为t.dog就是这个 snooby的这个物件 所以它的点name当然就是 name xnope 这一个也就是snooby 那t.dog.age 那当然就是3 那t.cat name xnope 那就是cat 那t.cat name xnope 那name xnope 那t.cat.age xnope 让t.name xnope 等于我自己 那我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狗 一个是猫 那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结构就会变得更为复杂 它会变成 第一个是我 我有两个朋友 那 一个是snooby 一个是夹背猫 那 这时候我打t的时候呢 他除了原本的snooby 狗 还有夹背猫 还有我这个人以外 那 就多了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有两个朋友 那这边运出来 由于那个结构 这边 已经 已经是个阵列 所以他这边 没有把详细内容再运出来 那我写t.man.flans 0 那就是刚刚的snooby 如果是flans 1 就是夹背猫 那因为那个阵列只有两个 这个flans正列只有两个 所以他没有第三个人 所以flans 2 就是 夹背猫 好 那这是我们 针对 JalaSquid的字典 所进行的一个说明 是 那我们俩 我们俩 我 我们俩 我们俩